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Deepaholic Channel 我們今天會做另一個實驗,就是用Plastic Dip的Clear 去做這個實驗 這樣我們會有一塊玻璃準備好 其實Plastic Dip不單是用在車上 其實我們日常的生活用品都可以用到 我們今天用這塊玻璃噴這個Clear 這個是啞色透明的 我們看看能否做到有磨砂玻璃的效果 一樣我們首先噴第一層 用之前一定要先搖勻 好,這個是第一層 我們一樣會和其他Plastic Dip產品一樣 我們會噴四至五層上去 我們放在這裡等它十至十五分鐘 然後我們會再噴第二層上去 好,我們要十五分鐘 我們現在噴第二層上去 好,我們再來第三層 好,有十五分鐘 我們再來噴第四層上去 好,大家好 我們噴了四層上去 我們發覺Clear這個效果 其實是非常之明顯的 現在我們佔了一個紙箱在後面 還有一罐Plastic DipClear 在玻璃後面 在圖中大家都看到 是完全看不到那些紙的 所以其實 我們一開始也有說到 其實這件事可以用在 我們生活上很多的產品上面 不一定要只用在車上面 如果有朋友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用這個Plastic DipClear 噴一下家的窗 或者有些部分 你想遮住的部分 都可以用Plastic DipClear去噴 當然這個最大的好處就是 很容易用,噴完之後 都可以整塊撕出來 多謝大家今天收看 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 可以跟我們聯絡 我們Facebook的Fan Page Dipaholic 以及我們的網頁 www.deepaholic.com 多謝大家,拜拜 多謝大家,拜拜